透明強化玻璃裂成蜘蛛網狀 其中還有個破洞長度約20公分 這一面破了 警鈴在一旁的玻璃也是相同遭遇 不過看清楚了 這個破窗現場就在銀行 11、12點的話 這裡很熱鬧啊 應該也不可能 應該是半夜吧 它有嚇一跳 有嚇一跳 外面看起來還好啊 外面看起來還好 對啊 存款戶進進出出 似乎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只見銀行玻璃被砸破 營業一如往常 但是多了員警在現場 財政 氣氛緊張 不只銀行被破窗 距離現場20公尺的高級車行 玻璃也遭殃 6點半才是路人走過去 如果像我們玻璃破 路人一定會微軟 我們看都有 現在都不知道 就是查到要問再一起講 大年初期開工上班第二天 銀行和車行的員工上班開門 卻發現各自的強化玻璃 被砸成這樣 距離太近 手法類似 警方不排除砸窗外客 是同一人所為 記者王一朝 SNG小組在台中的採訪報導